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涛哥的视频 我是越南的小修修 今天想带大家去尝试一个在越南最好吃的小吃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什么 请大家来看我后面的视频哦 今天呢我想介绍就是介绍越南法官 很多朋友都来过越南所以都尝试过的法官的味道 但是有很多都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大家去 然后今天的法官跟普通的法官就像不一样呢 那我们一起去联系一下哦 好的 汤语仁平均一般 不然呢 所有的东西都在做得到 除了鸡鸡肉和汁鸡肉 要去买鸡肉和汁鸡肉 和汁鸡肉和汁鸡肉 这里的话是用那个紫树的 紫树的多少 然后黄色就是黄姜多少 所以就是对尸体挺好的 然后比较特别 很多很多年轻人到看了 他的尸体的话都是来这里打卡的 等一下那位帅哥老板过来给我 你把我尝试一下什么味道 然后我尝一个大家吃个味道 好香 好了就是面包到手了 然后现在就尝试一下 正式给的呀 知道什么是吃好吃的东西 好脆啊 这个是我没前面刚才有那么脆啊 又香又脆 然后味道挺不错的 挺香口的啊 我就是吃面包长大了 但是我感觉 就是法国人话真的是 很适合我的口味的啊 嗯 里面的金沙 还有还有那个肉虾 还有这个配料的话 可以一起一起配 然后让它整个 真的好很好吃的感觉 我感觉我以后的朋友要 经常来这里吃饭了 然后经常来这里吃面包的啊 刚才看我吃这么好的 你们有没有想吃的 然后最近给大家这里了 然后每天早上六点半 然后八十五十二点 然后下午就十四点 然后晚上七点 然后你们早点过来啊 然后谁没有吃过的话赶紧过来吃哦 好的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下个视频我带大家去表现更多啊 拜拜 拜拜